3.299 所以你買了一個3.299的 對 不過很有心 要找到那個數字 跟他原本預估小寶寶的體重 他真難 真不容易 是 又要好然後又要吻合 他那個體重的數字 鑽石買好以後 他在預產的時候就要常常運動 控股重量 免得太大 對 那時候預產的時候是估3.3千多嗎 對 所以他那時候已經預先去找好了 只是說他後期越來越大 重量越來越快 那你就要再補一個 那時候花多少錢 80萬 那個朋友說他便宜賣給我的 他就說因為要包紅包 當作小孩 對一個明月之禮 然後想說到底差多少 還是他拿了很多 他想知道他到底紅包包了多少 OK 他算他80嘛 我們來看看 如果這個價值100 那紅包就是20萬 對 那我現在壓力很大 人家他將來是要回禮的 對 對 萬一說少了 那 少了 那就尷尬了 好 我們來欠一下 請欠價 60萬元 那查理小白你拍什麼手啊 就還不錯 不是美金耶 你不要為台幣而已耶 你買80現在值60 你幹嘛拍手啊 我覺得老師很辛苦 這樣的一個鑽石 謝謝老師很實在 這樣的一個鑽石 他是新型的 那不然比圓的話要便宜一些 那再來第二個 這個鑽石 它的這個顏色其實一般般沒有很好 它大概是K color K 顏色不夠白嗎 然後它的進度 它會Si1左右 或是VS2 大概是Si1左右 那然後呢 我們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鑽石有什麼 比較特殊的地方 在紫外線長坡下 它有一個 現在大家比較會Care 比較注意的這個事情 叫做 Very Strong Blue 就非常強的螢光 那什麼叫螢光呢 這鑽石一般來講 它會有一些 別的內含物 那受了紫外線或X光照射的時候 它產生了這個吸收能量 會用可見光的方式放射出來 那通常這樣的話 會影響這個顏色的 顏色的判別 那 假如說過分的強 像這樣 這個Very Strong Blue 過分的強 這個鑽石 在陽光下面看 會看到這樣 明明蒙蒙的 古代叫做什麼 叫做火牛鑽 那事實上來講這個 就沒有一般的鑽石 沒有螢光 這麼樣的閃爍這麼亮 你會覺得你這麼閃爍 好像眼睛沒有差亮的感覺 霧霧的 就有這個現象 好 那這樣的時候 我告訴你現在行情大約多少 那這是什麼 這是花式車工的報價表 所以要看清楚 很多人去買原鑽 買這個花式車工的鑽石 它用原鑽 原鑽比較高 花式車工就花式的報價表 它是3克拉裝的 3克拉到3.99 然後呢 它是這個 K-Color SI1 所以現在行情 一克拉是 7千塊美金 那7千塊美金 把它乘以它的重量 再乘以它的現在的匯率 我們常常講 這是我們的鑽石的漲跌 牽涉兩個因素 第一個是報價表 這個Rubberport的報價表 第二個是匯率的關係 現在匯率31塊 所以乘下來 又因為它有強銀光 所以還要打8折 所以算起來大約 將近60萬塊 再加上這個台稅 60萬是這麼來的